为什么男人从18到88都喜欢二八画质的女孩呢 今天的十部影片就能告诉你答案 10.帕罗奥图 电影分级2.先从年龄少一点的开始 好莱坞的四角花蛋 朱利亚·罗伯茨是她的姑姑 91年的艾玛·罗伯茨 只比七八年的蓝蓝少那么13岁 看起来很搭有没有 不过在富兰蓝后面的人设崩塌来看 本配她是一样的体育老师 就有点粉色素一样的味道了 小罗伯茨喂 还不来接八个的同学 可以搜索詹姆斯·弗兰克·控格指控 小罗伯茨试验了一个学校的官僚女孩 喜欢抽烟喝酒烫头 除了一个脸上有疤的亚裔和犹太混血外 没有真正的朋友 天生一双大长腿的她 不去踢球就可惜了是吧 和队友一样 被帅气的单身教练 迷得不要不要的 随便一个疗伯就会痴痴地傻笑 这么的时候 教练请她的家里当保姆 女孩愣呵呵地去了 当晚就被伤了一垒 意外的是 自从那晚过后 教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似乎有意在疏远她 女孩也不再爱笑了 直到万圣节 教练又约了她 申请了跟她告白 无非是很在乎她 要怕被人说什么的 但现在她拼了 女孩被吓蒙 慌张地离开了 教练当然不会放弃 真的有一次球队大失利 女孩因为即将结束球员生涯 而信犯的时候 她趁虚而入 按照原创的描写 那一年 女主才刚满十四 就这么着 两人的关系持续了两年 每周末 她都会借着保姆的明日 去教练家 没有其他人怀疑过 这一天 在派对上 喝醉了发小 尖好友跟她表白 想要微博 单车边摩托 女孩被感动了 想起了过儿的点提 可是这让她下定决心的 是教练儿子的一个无性吐槽 原来她还有其他的女孩保姆 9 漂亮宝贝 电影分级 啊 先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原来加拿大美女 莎拉鲍利 深藏不露雅 在19的时候 拍了这部影片里 她大慌地向影迷展示了 什么叫做纯洁和优火并存 而上一部 一曲同工的时候 最后女孩也现现的迷茫 女孩大学刚毕业 和家人的关系 那就一个糟糕 强势的老妈 冷战的老爸 自明不凡的老姐 让女孩过得相当压抑 寂寞的她 在老姐的婚礼上 认识了Data30的摄影师 前面的画圈反应开始了 女孩又爽高的 不见了男人怀抱 放弃了从小的理想 改学习的摄影 成了男人专属的漂亮宝贝 直到有一天 女孩发现 漂亮宝贝不止她一个 8 白色婚礼 电影分级 PG13 罗里和大叔 邂逅最多的地方 当然就是在学校了 与前两婆不同的是 这次的大叔 是有老婆的 不羞的怪癖女孩 有的同龄人 没有得成熟 为了挽救她 哲学老师提供了 额外的关心 然后 关心变成了关爱 在女孩热情思火的攻势下 老师沦陷了 和她爱得如是如狂 可正到了 你能我能的时候 男人选择了退缩 道德伦力 让她不敢进一步 性格怪癖的女孩 没有惯她 一系列烧烧作 让老师名誉扫地 婚姻破裂 想去找她的时候 才发现她早就 严格高飞了 凡几沙 拍了底斯的电影《处女座》 拍摄那一年 她只有十六 在导演不理所的 严格要求下 她每天的排练 长达十四个小时 这才有了 能排进影视榜单的家座 有吗 周时末 七 我的第一先生 电影分级 啊 这次的年龄差 到了三十二岁 女孩是一个 二八花季的朋克 她脸上穿孔 纹身 永远的黑色衣服和染发 偶尔自残 和对死亡的执着 她想见父亲 和一个正常的母亲 因为老妈 与她沟通困难 感到完全被排斥 在找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四十九岁的男人 她是一个过去的人 开了一个商店 被雇佣后 刚开始两人冲突不断 但好在有一个共同点 孤独和缺朋友 不久后 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一份跨延年龄的情愫 在蔓延 直到都离不开彼此 这是莉莉手不思计的 演艺生涯中 最为大胆的角色 而作为Open的红腾秀呢 我找到了 她饰演的反派女孩 在脸上有多个穿孔 两个耳朵也有 但莉莉本人 并没有真的在耳朵上打孔 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两个鼻孔 眉毛 和嘴唇都牺牲了 拍摄完成后 让他们再次避可 但留下的首饰 作为永久纪念 在好莱坞的剧本里 反派商与的养成 离不开压抑的家庭生活 本品也是如此 18岁的女孩 自从父亲开的蓝石车子离开后 生活变陷阱的混乱 繁忙的老妈忽视她 还要照顾情绪失常的小妹 在她的世界 开始风波离奇的时候 诗歌老师拉了她一把 发觉出了女孩的天赋 那份超越了父爱的情愫 是朦胧的 未来跟何去何从呢 女孩茫然无知 5.大火球 电影分歧 PG13 一部传记影片 50年代阴阳国明星 杰利·卢伊斯 早期职业生涯的 半虚构故事 当年她要斗火呢 猫王在她面前 都一度失去了风采 不过她做过最离谱的事 就是和13岁的女孩 威能娜·瑞德结了婚 不要说是当时保守的社会了 就是放到现在 托姆先子也能淹死你 明知道会影响自己的音乐生涯 但她还是做了 义无反顾 本片的钢琴弹唱 实在太棒了 听了全身的骨头 都在跳动 因为啊 那就是杰利·卢伊斯 本人弹唱的 还担心是奎德对了口气 刚开始 奎德不顾刘伊斯的反对 想要录制自己的版本 还真的给她完成了 但制片人还是让刘伊斯的录了一版 当听到歌王亲手录制的音乐后 亏德放弃了 完全采用了她的版本 要知道 当年《摇鼓歌王》已经65了 4. 鹅毛笔 电影分级 啊 影片的开场就赤肉的宣告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男天下 一个女孩神情忧伤 似陶醉 似痛苦 男人的双手伸来 捧住了她的脸 她白气的脖梗 肩膀 随着一脖撕裂的脆响 女孩被从身后反绑 缓缓地塞进了断头台 下面的百姓们在欢呼 鲜血从上面滑落 女孩才开始惊慌失措 但一切都已经完了 那一年杰弗里拉斯 还没有成为巴布萨 而是拿破仑统治的时候 一个不记得贵族 专门写大胆小说的错下 萨德后绝 她生命中最后十年来的电影 她的作品被法国全英封杀 自己也被关进了疯人院 但四朝涌动的后绝 就算手扣在身 也没有停下她的额毛笔 有很多人还在帮她 精神病院的主人 年轻英俊的神父 她疯狂地拥躬 习一女工小娜 会偷偷地把书稿带在外面 交给出版商出版 事情报告后 拿放了震怒 派来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心理医生 在她圣人尊敬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罪恶贪赖的心 对病人施以酷刑 甚至娶了自己的女儿 为了金庸长交 巨资打造了一座豪华宫殿 禁止娇妻和外面的世界有联络 但最后 小娇妻还是跟着助手跑了 而另一条感情线就更丰富了 英俊的神父深爱着小娜 刻苦于轻规地束缚 而不敢开口 奔放的萨德也为之手动 不可救地爱上了她 小娜呢 她为萨德所痴迷 但心里爱的却爱是神父 影片的高潮 萨德的最后一个故事 有病人们一一口喘 最终到了小娜耳朵里 落在了鼻头 意外发生了 一个病人把故事当生 小娜无辜被害 天使和魔鬼都在我们 在地上 那些时候 遇到我们自己的犯罪 可能是兄弟们 她必须拒绑枪 三 一束梨花压海棠 电影分歧 这一部不用说了吧 不得或少都应该听过 正是因为她的成功 女主罗莉她的名字 后来成为了罗莉女孩的代称 其实早在62年 她已经成片 故事结构完全相同 因为啊 都是按照作家 纳布科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是名导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早期作品 当年少一世的时候 大树罗莉的同框亮相 成为了严实的一段经典 那个在浩花眼的惊鸿一瞥 原版是这样的 对比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更有味道呢 为了封毫比捡 今天用了32.3的版本捡的 不过两个版本的教授 我还是觉得暗色试验的更深情更有味道 故事开始前 先来一段原版小说的开场白吧 罗莉塔 我的生命之光 我的预言之火 我的罪恶 我的灵魂 罗莉塔 舌尖向上 分三步 从上而往下 轻轻地落在牙齿上 罗莉塔 教授的初恋 终结一小女友的因病叙事 从此 她内心有了执念 不敢跟万人道明的欲望 只偏爱年轻的女孩 在那花眼的惊鸿一品后 她决定留下来 做了女孩老妈的访客 从此便是完结不复了 为了能够永远在一起 她无奈娶了她老妈 成了她的继父 所有妻子的意外归息 彻底放飞了这一对不论恋人 事情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 女孩并不爱她 只当是一个交易 但她还是现象地长大了 不再顺从和依赖她 直到女孩依然离开 教授彻底地先起疯狂 三年后 她收到了她的来信 激情再次被点燃 可女孩早已不是当年的罗莉塔 而是成了一个怀有身孕 你吃饭了 教授彭博 2. 蓝白红三部曲 志鸿 电影分级 2. 三部曲里最浪漫的一部 故事很不简单 让我们从祖先开始 女孩是一个年轻的漂亮模特 一场意外的事故 让她认识了一个退休法官 她有着一个奇怪的癖好 喜欢监听邻居的电话 不为什么 只为了满足怪异的乐趣 人与人之间的欺骗 是那么的可笑和脆弱 直到遇到了女孩 她的内心才重新的荡漾起来 另一边 保守感情欺骗的年轻法官 在客轮上偶遇了女孩 保证的是 海上遇到了狂风暴雨 客轮上的一百多人遇难 男孩和女孩意外地活下来后 都觉得对方似曾相识 1.迷失东京 电影分级 2.最后一部 我留给了寡姐 她几好的刻画了一个 刚结婚两年 丈夫工作繁忙 缺乏激情和沟通的新婚妻子 她跟随丈夫来到了东京 对于房间里 较激进行摆放的樱花 还有粉色小内 脱眼前晃过 丈夫依然视若无睹 当内心开始一声不变 寡且内心的寂寞有点弥漫 在同一个酒店 到东京来拍广告的过去明星 同样的倦怠无趣 一晚的相识后 两个已婚的人虽然彼此心动 但却不敢愉悦兴致 心里交流挺美好 柏拉头时的恋爱 带来了对肉体渴望的敬畏 直到男人必须离开 最后的高差点 放在了两个深情拥抱上 就算从上恩赐 也不会看一眼的桥段 一个纯洁的额头纹 男人讲了最后一句台词 最后挂着眼泪 两人背对离开 他在 别急说 不会再有第二代了 因为影史上挂得上名的 几乎都在了 还有谁 还是有的 在我看过的影片里 大概还有几步 卡丝和评分都不错的 我直接上片名 有兴趣的可以拿来一看 成长教育 亲爱情乐园 滴入尘埃 精神健美 咖啡管理的女孩 弗兰可和洛拉 16岁之爱 我记得给大家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